判斷是否過保固 如果說我今天是以那個 十二個月當成保固期好了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日期到底是不是超過十二個月 是不是十二個月 那我們以月份來當計算基準好了 如果超過十二個月 就超過十二個月的話 那就是過保固了 所以是或否 所以這邊的話我用判斷的方式 那這也需要用到一個if的函數 第一個if 判斷是否過保固 是或否 那接下來的話我會需要用到什麼呢 用到那個 判斷兩個日期相差幾天的問題 相差幾個月的問題 那我要是十二個月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用一個daydiv daydiv刮符 後面的話呢daydiv 比如說前面舊的日期 跟哪個日期相比呢 跟today 所以這邊的話呢 輸入today 記得後面刮符 因為他沒有參數 所以直接刮符就好 逗點 然後呢 月份好了 比如說十二個月好了 我們這邊以十二個月當基準 如果呢 這個結果 因為他會回傳一個月份的結果 如果他大於多少呢 十二 大於十二的話呢 表示呢 他已經過保固了 是否 所以這個 如果他大於十二的話呢 那就是 反之的話就否 我們這邊是以月份當成判斷的基準 所以這邊的話呢 沒有過保